萧毅曾经亲自编撰过一本书名叫《孝德传》 在这本书里呢 萧毅上世人化学号的 天下人都应该尽情孝道 正是因为这本书 本来是梁元族的萧毅 以后的社号呢 被追加了一个孝 人情孝子的方式 真的孝呢 所谓孝 不过是他们家后人给自己将先人脸上贴的精 为什么呢 看来萧毅是怎能登上皇位的 那是公元58年的一天 萧毅上的兵师 就在兵孝德传的时候 后下送来一份 金城造极文书 说将你投起叛乱 宗承贝为行使危急 将冬王咒处发兵秦王 救皇上与水火之兵 按理说 父皇危急啊 秦王克文化吧 可是您才萧毅怎么做呢 那不仅不着急 反而激动起来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就是他故意拖延时间 巨不发明 而总到自家兄弟组织一个 八次算命书 雅城八次命令 是基于真诚八次随便的一门占物书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次命令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次算命书 西加峰前部 林湖马云 道长微信 2088 288 这个被判军消灭 甚至直至确信父亲被困的皇宫 已经活活饿死了之后 他这才出兵平叛 没想到吧 徐娘心心仰慕的丈夫 竟然是这样一个伪君者 这样徐娘不免大为失望啊 当然了 不然失望 可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啊 徐娘希望丈夫对自己还是真心的 可是他得到了吗 没有 把徐招费取造好之后 交易呢 过一段很快就给他试试了性格 没有性格 而开始最近于老章之道 对徐娘经常是视而合见 一同呢 徐招费 打了个花丝招的 那个继续交易 可是发现没用 于是说那徐娘就改交出来 就是残识做数嘛 但是我也来啊 就是交易和文友们找一些事 为什么呢 徐娘经常是不止做造 与大家一起临时作户 说实话 与徐娘的财情和美念程度 女子当中堪称西游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销易仍然不为主动 后人推断呢 八十这个时候的销易 有点像社交英雄传理 那个张康学会一样子的断网那一样 对于这个玄学之道着了磨磨了 这让徐招费很生气啊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那天徐招费听说 销易要在中中论师 于是不让他故意手势 就画了半面脸 分给半面妆 听见销易 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这是仿色销易啊 你只有一嘴眼睛 那就只配看我半张脸 大胆啊 为了让丈夫重视他 他不惜冲刺的下策 所以他没想到 这招对于销易 还是没用 销易当时 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就这样 在寂寞深宫当中啊 徐娘方华虚致 年尽不过了 而终有一天 当一个名叫 销易将的白脸书生 向他表示好感的人 居然败眼 按照不住啊 每当销易在 剑堂之上和群臣 大蚕老庄之道的时候 他的徐队 和销易将 也在宫中 内阅 享受着他们的欢容 好了 按说后宫出了问题 自己给他用帽子啊 这事关皇族体验的大事啊 销易真的就对此 一无所知吗 不是 有句老话说 这一是包不住我们的 有一项销易报告 但是事情让人 一切就觉得不可思议啊 得知此事之后 杨远比销易 没有这个可能 杨远是清智的 还是只能不成熙的老庄 他的不闻不问 无以助长了 徐队非和继继将的往来 慢慢的这事就传得 满城尽知 甚至有人开玩笑 问继继将 滋味融合呀 而徐阳也毫无隐晦的说道 徐阳虽老 兴议牛村 这句话就有人记载下来了 成为今天的称语 那么 当时销易到底脑子里 是怎么讲的 他真的不在意皇家脸面 真的不在意自己的尊严 而任由自己的老婆 给自己戴绿帽子吗 不是 当西魏大军 游了沉江的 徐阳在后宫 紧紧拥抱着自己的秦郎 他希望秦郎能够带他一起来做高飞 可是这两个 自己将 挣脱了情人的怀抱 牛严的 自己先逃活了 就是不屈如意的家伙 当时 秦郎配的不是 放声大哭 而就在这个时候 销易找了些人 是轻轻地说了一句 说完 就别说了 明白没 这就是销易 对于欺负 他早已恨之路 但是他一直在等待最下的时机 他用最残忍的方式 在徐阳最痛苦的时候 血像架状 箱口上打一把银来羞辱 这次路 徐娘终于明白 情人靠不住 丈夫也靠不住 他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 悬梁住地 也是可怜的人